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期二的新闻联伙时间 大师 长公子 很久没做 生疏了 多谢洋宇 顶着我 大师今天就开个talk了 开zoom 有什么行程啊? 做完之后睡觉 睡觉下午睡觉 回来开始zoom 我们稍后再说 课程大家总会报名 有什么要交代呢? 没什么特别要交代 没什么特别要交代 昨天见到一个读者留言 他说用了我的方法 改善了脱发问题 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每天用不同的洗流水 其实这个是真的可以的 大家不妨试试 买几瓶洗流水 回来就每天轮流用 那就比较好些 还要再提一次 如果你的头发稀疏 就不要用护发素 因为护发素是将你的头发不断的顺滑 其实是减 令它更加柔软 变得更加柔 我今天是第一次做2021年的新闻联播 很多人都说 今年2021年的谷底年 我不知道会如何 去年累积恒生指数跌了1000点 大师怎样看呢 其实恒生指数是一个比较distorted的东西 因为新经济太少 其实新经济走得不错 但问题是新经济太少 代表性就变得很低 就变得低了 所以这个经济拖累了 未来也是要展望新经济 踏入2021年 首先有一个巨星过生 说了一件事 琴姐是过生 享年88岁 也是一个时代的标记 可能对新一代就不是 他的电影是很好的 他的电影是很抢的 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在娱乐圈 每个都赚的人 他专门做西宫和奸妃 当年在年轻的时候 但我没有看过他年轻的时候 但他年轻时的语长片 我有看他 他应该真实来说 他也是有夫之父的女朋友 所以他做西宫有一定的感情投入 还有西宫和角色投赦 所以就会变成什么呢? 他是唐弘贤比闻的关系 所有纪念关系都是这样的 所以就有角色投射 但我很喜欢他的戏 戏的位置很准 看回他的病历 也是老退化 早几年就跌了一跌 然后情况就下跌了 其实这些都是一般的情况 我认为年纪大的人 有几样东西是会提防的 第一就是不要跌 没错 第二就是你不要完全退休 是 很难的 过了70多 有些工 譬如说你演艺 理论上你可以有这么多工作 因为你的脑子如果不用的话 你的脑子退化的机会就很高 是啊 你是虎风的精神 即是高坤就是这样 高坤就是这样 说过脑当然是高坤 我经常都说的 你只要把跌的东西 扔得有多厚 就可以长命百数 是的 我身边的老人家 我养父养母 都是跌我厉害的 就是这样 因为很容易跌 很容易跌 因为他们是很容易跌 不像我们 是啊 尤其是你开始老退化 如果头脑不精明的时候 就很容易跌 有几个方法 可以 鞋那里要小心一点 老人家就在鞋那里 就不太简窄 其实可以 如果自己家人有老人家 不妨买好的鞋 防跌一点 防跌一点 防跌一点也很好 我的鞋很好 但我的鞋很容易跌 所以买一些比较薄 厚身一点 就会难跌一点 还有有些拐杖 是的 这是我亲身经历 如果大家家有老人家 不妨多些留意 只要跌一下 一路向后 就会好很多 终缺一跌 很难够 好 我现在回到本地疫情了 53宗 源头不明就更加少 个位数字了 其实下去了 其实整件事都是 势头向好 但是问题就是 张竹军和陈小智都说 不知道在圣诞节假期 和新年假期的大型聚集 做冬会反映出来 来到今天 就是4日 通常数两星期 看看会不会反映到 这次林郑 应该被阿爷插了一大能 好像他们应该是想清零的 所以 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清零 所以 限聚令所有的事情 是会一路加剧 一路做下去 社交措施和限食令和限聚令 延长了两个星期 似乎农历新年都要在这些情况上过 因为现在都出了一个清零令 就是 昨天陈小智都说 决心的清零 那情况就看一看 因为决心太慢了 好过二万 但也好过不决 因为在疫情到了这样的时候 大家有疲劳的时候 才有清零 我都说了 整件事 我想不需要说 一开始的时候 决心太慢 反映是完全反映不到 都是高官的问题 读书的高官的问题 即是你都赞成 继续停止堂食 我不赞成 其实我不太赞 我和你相同观点 我以为 我开回夜晚客 四个 四个 不要多 四个 你对社会的骚扰很少 其实不是伤作员 即是 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都不是因为唐蛇引起 对 之前那些引起 他们的漏洞 是你的海员 那些不隔离 你过来 入境隔离也不清 被人到处走 剪带 不要监察 那些 即是你不要赖了 那些饮食 不停去隔离那些饮食 但是 饮食反而你影响大 即是说影响大 收效少 你那些影响少 收效大 你那些是对于行业 人家影响部分人 而收效很大 你就不做 所以政府本身 就是没有一个判断力 那我一个朋友都顶不住了 开一家很小的茶餐厅 他都顶不住了 在市场计划 那当然也是 顶不住了 现在其实只有一种餐厅才能顶得住 就是 譬如说 我现在会常常去俊几軒 是 因为你做开 有酒店做开 别人的大集团 竟然在背后 于是你做开的时候 你可以顶得住 有些熟客 对 所以 你会去浅水湾 是因为你去服务那些屋 做在上面隔离的住客 一堂老板说 你不能住客 你不能住客 所以那些又可以做到 否则你只是做生意 你一定没有办法去维持 你不能够这样关闭 因为你这样关闭了 你不如这么限足令 你不如整个城市停摆 对 好像伦敦和巴黎 搞两个星期都会消禁 一半会清很多 是的 你以为是这样 但是伦敦和巴黎好像消禁都清不到 没有办法 新变种 而且他们是不是真的不出来 可能和以下有关系 因为现在政府都说 停课 中小学幼稚园 就停到农历年假期之后 农历年假期之后 才再考虑部分的学校 比如中六 小六 那些回去有限度上半就课 英国和美国早前是不停课的 是的 即是他们就算是封城都不停课 即是他们的理由就是 那些学生的进度 不可以拉慢 拉慢都不重要 很可怕 教育界方面都说 这个情况都挺恶劣 因为在家里做Zoom 对教程都影响得挺重要 不是 那个问题就是这样 那个问题就是 这个经常都说 开赋 所有这些东西 那个问题就是 你做政府 嗯 你不应该是有 无谓的善心 无谓的想法 是 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是 你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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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结果你的问题 更加严重的时候 你开来做什么呢 那倒是 即是你上货 那些人是很惨的 你连在家里很惨的 但你要想到 如果不连货 到最后你还是要连货 你拖到现在 就好像欧美那样 你拖到现在 那你不就是死了 所以不如早迟运 不如早运运 不如早就封城 像武汉那样 一个月之后就打货 是的 那样东西本身是不行 狠的 那样东西 拖泥带水 即是炒股票 即是股票不行 你不狠心自洩 是 那结果变先古 哈哈哈 情况也是这样 好 再提一提 叶德权说 二月我们可以打业 都是落后于世界 全世界都在打我们 二月开始打 是 很奇怪 打哪里的疫苗 都是内地的灭活疫苗 不是 之前就说 第一代好像打辉瑞 辉瑞 应该不够抢 那边都抢得飞气 即是欧美那边 香港疫情了 要说 有一只 确诊者家里有只猫 第一次验到猫 不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 不知道已经有几多狗 几多猫 总而言之 已经有一堆了 其实有个问题 原来都要传发给宠物 很多人害怕 变种也在宠物上 上次变种也是水雕 不是 变种是宠物 但是宠物可能没有发病 是 即是说 其实你有没有 arose 免疫系统 你会不会发病 你arose不到 它与你的身 compatible 即是说 你有些外族人 进入了你国家 那些外族人 会不会变叛 会不会和自己 本地人打架 才是最大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变种 变种是 变种是 它现在进入了 或者你进入了 会不会变种 那样有没有可能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 比如说 猫流感 猫流感 有有有有 猫流感是不会变到人 不会变到人 所以人就变到猫 变到之后 会不会发病 是完全有回事 所以不能够 一概而论去看这件事 暂时来说 没有猫狗变回人的 只是有人变到猫狗 但是人变到猫狗 人变到猫狗 猫狗也没有事 我却看到一个美国人 染了一次 出来 再染第二次 然后再染第三次 三重感染 就是一个 堅确认定是虚数的 我不知道 但是原来可以染三次吗 可以 有报导说 如果可以染三次 一个问题 那你会没有群体免疫 你真是去接染 事实说肯定没有 否则英国已经连好 美国都有十分百分百感染 疫情方面,内地也新增了33宗,17宗感染 本土感染,即是内地出了名房都很厉害了 英国还不得了,昨天单日58,784宗 创了甚高407个人不治 约翰逊出来说要封城 苏格兰的地区要封城,封到2月底 因为英国的不断扩散,其实是新变种 传染力非常强 英国的情况也不乐观 现在每周只有30万剂的疫苗可以供应 辉素和药厂 其实等待打疫苗的... 英国本身有Extra Sinica的疫苗 是,但等待接种新型冠状病论疫苗 头一批人都有800万 即是医护、前线人员、政府人员、老人家 那些... 喂大哥,你一个礼拜只有30万剂 就算打完,800万也要半年时间 30万剂嘛,800万嘛 不需要半年时间 8、4、32万,一个月打300万 一个月打300万多 一个月打120万 现在是80万一个星期吧 30万一个星期 30万一个星期 是的 一个月打120万 是的 重要的是一剂 理论上要打两剂 不是理论上要打两剂 刚才你计算是每一个星期供应15万剂 如果你不增加了产能 或者增加了流量 英国真的有时间搞 德国也一样 一模一样 即是感染数目就这样弹上去 好了之后 我想苏格林和爱尔兰都会脱欧 都是脱离英国 脱离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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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 那些象律的澳洲 那些会不会是加拿大 那些会不会是连联邦都不做 你估计英国和欧洲会到头来 都是用中国的疫苗 中国疫苗产能应该比较强 不会 不会 即是机会很低 第一 你是美国接民地 你不可以用美国 英国本身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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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疫苗 中国的疫苗如果是这样 他首先当然供应了巴基斯坦 伊朗 印尼 非洲 巴西 那些他觉得是主要的 先给自己盟友 是的 我经常说 美国和英国的情况都这样 这些富有国家 那么穷的国家怎么办 我都不会说 希望真的 可能靠中国疫苗救命 现在中国也变成富有国家 中国是富有国家 我现在看中国是富有国家 现在不可以说他是第三个发展国家 就是这个故事 中国上来的时候 就是 我都说了 他要超越 超英国美国 你的最大可能性 就是要英国和美国 跌下来 而不能自己 而不能自己 超越 即是说你的折点 那个turning point 一定是人家的虚 而不是自己好 我一直都说过 那些人问过很多次这个问题 当然 我都说要对方坏 那任何东西都是 跑步都没有力 我便过去 如果大家都有力 他抛来我 他会看到他抛来我的距离 是的 我当年的时候 经常都会举一个例子 就是 就是 那些人说 AH股 A和AH股 是价格不同的 那后来 怎样可以回来 在一起 多多之后 那些人就炒 AH股的差价概念 多多之后 一段时间 真的差价 是 没有了 就是 減低了 就是 跌下来 不是追上去 是跌下来 这个概念很重要 是的 这个问题很重要 应该也很大件事 除了疫苗那些东西 感染人数 航空母航游入水 新浪水 航空母航 爱丁堡动物园 那两只熊猫 还要回到中国 因为动物园没钱 是 你看见整个国家 都好像 就这样 我说 是 外国人 养熊猫是很贵的 很贵 但是中国人养熊猫 好像很低价 当然 对 海洋公园养熊猫也贵 你看我红猫馆 你走到那里 无端端弄几个人 做一些阿嬸 做一些熊猫 很多粗粒不吃 就可以了 在四川 养几十只 也行 但 ngoeo 好像香港海洋公园 你知道有多贵 养一场熊猫 都看不到 在哪里 整天都不出来 真好笑 如果你是四川 你以前在四川 是吗 你去过吗 我也沒有想過 但我看過一些人 你可能給三幾千元就可以抱 現在就沒有了 但在這一兩年之後才沒有 即是你去到惡農 去到那些紅貓的基地 去到那些紅貓的基地 然後放些水 我不知道是不是合法 但放些水就沒有紅貓 應該到我猜未必合法 這是國寶來的 不是 因為他很多 所以好像後來來的人太多 他可能都是有一些很近距離的 關於香港疫情發佈會衛生防護中心 昨天突然出了新聞稿 要改在網上做發佈會 即是張竹君那些在網上 不是 昨天前 前天 怎知道社會的反對聲音很大 你是不是給我們提問 之類 之後忽然之間又改在直播 衛生防護中心的理由就是 其實是怕太多人 現在就找到政總做法佈中心 就比較疏落 他們其實是這樣的 就如袁國勇 應該是袁國勇說 即是你們這樣害怕 其他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不只是你們 別人是危險 別人都這樣做 別人都這樣做 他的理論很差 反對的理論很差 反對的理論很差 我們自己盡做疫情的一會兒 有什麼不對呢 不是因為別人每個人都是這樣危險 我們就不怕危險的 是 是 是 反對的人 你根本上張竹君就不應該聽他們的 根本上就是 我們是絕對贊成Zoom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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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開課程也是Zoom 是吧 是 是 Zoom不就好 就好 整件事 為什麼張竹君要聽他呢 為什麼袁國勇的垃圾 會這樣批評這些東西呢 我覺得整件事反而是張竹君的 什麼是從事人 從惡如流 從惡如流 你那件事我自己去做的話 我的事情是沒有錯的 我不想spare over 大家在一起的危險 然後你的反對的理由是 是 每個人都很危險的 是 這是什麼理由 這樣也挺危險的 我剛才坐巴士坐地鐵也挺危險的 不是啊 你減一分就減一分 不是你坐巴士坐地鐵 當然是很危險的 當然很危險的 但是剛才有坐巴士坐地鐵 不是我昨天而已 OK 但是問題 你明白的意思嗎 整件事是 整件事是 你做了一分 做少一點就好一點 你不能夠在街上這麼多人在做 對不對 那你說 我不戴安全套 我戴了安全套也不可以防止愛滋病 這麼多人生愛滋病對不對 那不是代表你不戴安全套的 對不對 記者會又不關經濟的事 對不對 我們剛才食肆有經濟問題的考量 這個記者會又不關經濟的事 你原來用垃圾 我不是借他 我確實是他的 但是還有其他人在垃圾 在那裡說什麼 別人是政府為什麼不可以用Zoom 嗯 說實話 立法會說用Zoom到頭都沒有 立法會 他那時候想用Zoom來開會 記得嗎 現在又沒有 立法會其實是可以用Zoom的 但問題是因為他全部都是用Zoom的 是的 你的批准問題 但是我認為 如果是這樣 你要以身作則 對不對 就是外國的傳聞Zoom 整個英國都是用Zoom來開會 當然如果是用Zoom的話 許智峰可以開會 可以 什麼都可以 如果是用Zoom的話 不是許智峰 那個是誰 你講 走了 很多人走了 許智峰不行 因為他已經DQ了 他已經DQ了 但是很多 他好像是區議員之類的 那些 很多離開的區議員 那些就可以開會 對 反正他已經DQ了 不如他想起 他就不用了 沒錯 是辭職的 不是DQ DQ了四個 其他都是辭職的 是辭職的 有些人走了 你可以去開會 對嗎 馬加列醫院也有再爆發 四個醫護和病人都先有感染 袁國勇昨天去巡視了 提出的理由 可能都是拉低口罩進食的問題 但問題是 不拉低口罩是如何進食 如果你說拉低口罩進食 就會傳染 可能要包住他吃 不是 你拉低口罩傳染 不是因為拉低口罩會傳染 固然 是因為你在疫區 拉低口罩傳染 是因為疫區問題 而不是拉低口罩傳染 而且病毒量很高 即是現在我們去街上吃飯 去一間餐廳吃飯 拉低口罩傳染的機會 如果你拉低口罩之後 旁邊的人 就是有 那你還敢 就是 所以不是拉低口罩 即是說 先決條件是因為旁邊的人 你已經感染了 是 你說 那當然 你旁邊的人傳染了 你就很難避免 沒錯 你的意思是 譬如說 因為 跟患者近距離接觸 所以傳染到 近距離接觸是你老公 你當然是近距離接觸 那件事是 你首先有一個人在 你當然要拉低口罩 但這件事 你如果那群人 整群人是這樣的 你只是解釋原因 並不是一個拉低口罩吃飯的問題 是 告訴你 醫院是疫區 就是要小心防範 馬卡尼醫院 醫院是很危險的 很危險的 因為醫院有很多拉低口罩 以及醫院的通風 醫院本身就是病人的 鬆跡地區 對 我覺得醫院現在也挺危險的 他好像是因為發燒 因為他本身是發開燒的 所以就不覺得 類似人本身有病人 就不覺得 我肯定是我說得對的 但我不肯定是馬卡尼醫院這件事 因為近來發生了很多 聯合之後有聯合 聯合有什麼事情 很多這些事情 所以 好 我們講下一單新聞 運輸署1月2日發表了一個 發出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 只要車主在網絡登記 會有一個電郵服務 就是如果任何個人或機構想查你的車 那車主就會馬上有電郵通知 似乎是針對之前港台查車牌那件事 而作出的措施 記協發出聲明說 你通風報信 我們先不要理會這件事 大師你覺得合不合理呢 什麼合理呢 就是 運輸署這樣改 就是說如果有人查你的車的車牌 你會收到電郵通知 這件事合不合理呢 合理 合理 因為其實 別人查你的車牌一定有一個理由 對 你不會無端地查你的 很多時候因為你賣車 或者知道你會查你的 對 如果那個人 我們經常都說 有人經常都說 去托人家一鍋 首先 現在假設 假設 我想托人家一鍋 但我只知道你的車牌 我便去查你的車牌 然後查你的車牌之後 可能知道某些事件 可以知道你住在哪裏 然後你就可以托人家一鍋 如果你覺得這樣合理 其實查賊的時候 查公司 查物業 那些應不應該有一個服務呢 其實都可以有的 對 即是有任何人去查你的時候 不過業主要很嚴重 因為地產是這麼嚴重 是的 你去賣的時候就是 但地產也是查一次 地產也是查一次 如果你覺得這是合理的情況 應該那些公司註冊 那些樓宇登記 那些全部應該有一個電郵 那都是合理的 我作為當事人 如果有人查我 我也知道 那些記者就會說 就是採取過暗中災 防心的治療 通風捕訊 那都看看情況如何 那另一件事 關於私隱的問題 截取通訊專員石暉 我也是第一次聽 原來有一個叫 截取通訊專員 開記者招待會 報告2019年的情況 批出了1310宗的截取通訊 令到有316個人被捕 當中有一些違規的 不小心的截取通訊 他就說 都是無心之失 即是有少幾宗 那這個問題就在這裏 截取通訊 我都說過 其實是截就截了 不過是懲堂的問題 批出了那些可以懲堂 還有一件事 原來我再看再知道 原來現在 截取通訊的問題 未囊括社交媒體 是嗎 未囊括社交媒體 即Whatsapp 即是那些通訊軟件未囊括 在未來就是 跟科技局商量 會否囊括 現在說截取通訊 是先勾你的電話線 是的 我相信Whatsapp那些都很快 一定 之前未必看截取通訊 是截图 如果入罪那些 截图 截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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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出來 給大家知道 這個石暉 我未聽過 石暉以前是 有一個很出名的演員 是叫石暉 是嗎 有人經常說 會是從一個人 不會 那個人幾歲就死了 石暉 說大家一起在 不知做場什麼戲 石暉為了搶戲 就假裝有隻野飛角 打一打 然後搶了一場戲 就很搶 笑 好 我們說說 本地新聞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我幾天沒有做新聞聯播 怎麼看又是疫情 疫情 疫情 我就是這樣說 我想叫楊宇 少點疫情 什麼 少點疫情 是啊 我想叫人說少點疫情 誰知你寫了一版也是疫情 是啊 我因為沒有做幾天新聞聯播 其實我是有些 我是被新聞 即是我是有些 我沒有跟你做的時候 我自己都看少了 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 就是 又是疫情 比較腐躁 第二就是 幾負能量 你看新聞報道 他不斷這樣說 不如做些 提升自己的事 我自己是這樣看的 我想大家都有這樣的想法 我寧願花時間看書 因為也太多 而且那件事都不能搞 怎麼說呢 其實應該是大家和心協力 快點清掉 但是這個不能搞 這樣說吧 好嗎 如果純蟲是你的智力 在疫情新聞 真的很沒用 反而是你的國際新聞 會比較好 但是人們比較喜歡 本港新聞 多於國際新聞 因為大家看這些 其實我們所說的 其實都是燒鹹 Juice 其實都是這樣 所以 其實 你叫我講的話 你真的有些 有些作用的反而是國際新聞 那些分析社 即是政治新聞 那些人都會覺得 還有我想說一件事 我看疫情新聞 就是看政府的做法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說法 我覺得抗疫是對的 但應該是要想多些方法去救經濟 我覺得 因為經濟真的是很大件事 譬如食肆 我又不懂怎樣說 因為你一說 救經濟 然後又牽涉到 那個 聚在一起 我之前有這麼說 好嗎 其實 防疫是比較簡單的 是 究竟是比較困難的 你想來想去想不到 防疫 知道你在掌握就可以了 沒錯 防疫簡單 究竟是要好巧 所以以他理解 你做不到 是啊 我也沒有什麼巧救 我只是覺得 開放回晚上食肆 其實沒什麼 不要讓他死了 你不要讓他死了 你堅決要他們隔開一點 進去坐的時候 真的只可以招呼一半人 其實之前的問題就是 你開放回的時候 他們坐滿 那你真的執法嚴厲一點 但你先讓他做生意 就是這樣說 好 講講其他新聞 曾經委託12個香港人 被內地拘捕的 委託的兩個內地律師 包括盧思惠四川的 和任金河北的 剛剛 昨天被吊銷了律師執業的牌照 那個理由就是 盧思惠 盧思惠經常接受訪問 就說他發表了一個不得 吸當的言論 向境外媒體發出一個 危害國家安全的說法 即是爆料 一個人都說了 接受訪問也有訪問 跟兩人說 因為其他還有委託其他律師 其他律師 沒有事 但這兩個 在香港媒體曝光的律師 你找到他們 通常他們都是黃絲 他們是維權律師 他們是維權律師 然後他們是維權律師 其實他們都知道 不是因為這件事 因為有很多累積 但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證明阿爺對於 這件事 是很重視的 重視 如果不是 為了最後這件事 就會簽名你 是吧 所以這件事阿爺是很重視的 假裝判得輕 但實際上是重視的 是很重視的 因為你看看他 阿爺對於這件事 是很輕描淡寫的 即是按照正常處理 他不會特別去對付你 但實際上不是輕描淡寫的 不是輕描淡寫的 整件事 規格也不是輕描淡寫的 牽涉到所有的部門 內裡有國家安全成份 因為表面上是沒有關注的 整件事 是越境溝通的 沒錯 每天都有的 那些大飛 大家去青山灣看看 拿了我望遠鏡 晚上不就彭板寫他 所以這件事一定是政治事件 所以其實都注重 好了 其他新聞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 星期三 即是明天 就會召開聯席會議 確認全美國選舉人票的結果 即是確認拜登當選 華定頓市長要求國民警惠根戒備 因為當日應該有大量的特朗普的支持者 就會在華盛頓開集會反對 特朗普還答應出席其中一個集會 問題是 現在特朗普都被眾叛親來了 即是現在說 當日在聯席會議上 共和黨會挑戰選舉結果 只剩下十二三個 我忘記了十三個是十二個 有一個又說到 是 只剩下十三騎士 都陳開諾定 會不會有暴動 我覺得都不會有很特別的 特朗普很想 大民地搞不定 大民地搞不定 即是你沒有那麼多人支持 西瓜靠地面 大家不願意為了你 去犧牲自己的前途 你要有一些很死忠的人 你有一些很死忠的人才可以 你有十三個拍來的文算 很少 你究竟有幾多死忠的人 視乎你平時怎麼對人 是 即是說毛澤東當年有些死忠的人 許世柔 據說許世柔是 武僧出身 他是 犯了錯 毛澤東說你跟著我 沒事的 然後他說 主席以後你去哪 你只去哪 我打去哪 你只去哪 你只去哪 我打去哪 即是你幫了他 即是說如果特朗普那時候 曾經試過幫了很多議員 選到 OK 這樣也不一樣 即是要幫助他選到 即是說那件事 你不是對他 是不是有因的 即是你一定要有很多人 即是跟你死忠 主席 總統大人 Mr.President 你只去哪 你打去哪 你要暴動就暴動 你要造反就造反 你要什麼就做 即是他沒有這些人 吹不到雞 吹不到雞 沒錯 喂大哥 你去做大哥 那個人去茶餐廳 飲飲食就吃就吃 喂 劈油了 沒有人 即是他沒有這些人 你平日的樣貴 不是樣貌 你就是私恩於他 即是你以為對他有因 那你私恩是養的 大哥 你現在吹不吹到雞 你有Mr.President 你不需要平日的時候放水 你只知道你幫助 即是毛澤東 難道不用出糧給他 那他有利益給他 你有利益給他 即是你有利益給他 Mr.President 你有很多利益 你要是平日的時候 你有足夠的利益給他 你上去Sona 特不響我 我不用付錢 是利益 他叫你做事 你那一刻不好意思 你也要幫他一旁 這麼多年來 就是他請你喝飲食 整天打骨 叫他出來你不出來 沒錯 即是他的私恩不救 即是對於整件事 即是我那天看過節目 陳偉敏接受訪問 他說阿公叫你做事 接著呢 那個男人就說 叫不動的 我只是聽大哥做事 阿公叫大哥 叫那個男人做事就行 阿公直接叫那個男人做事就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那個 即是陳偉敏就說 因為大哥平日養你 沒錯 你是跟司令的 你不是跟主席的 沒錯 即是情況就是這樣 是的 多年世外都是 他要付席的人說 是我出 我出糧給你們的 不是滿職政府出糧給你們的 現在很多情況都是這樣 貝洛西也險勝了眾議院長連任 險勝當日他家是被人淘汰的 即是被人在門口噴漆 即是 喂 你搞都是搞噴漆 燒都不敢燒 嘩 燒好 燒眾議院院長 這間屋很嚴重的 即是都在門口噴一下 即是那個人說 炸死警察 打死警察很嚴重的 即是電影經常說 很嚴重的 特朗普大勢已去 過了明天也應該陳可樂定 明天會不會最後一擊 又沒有 嘩 嘩 沒有 他自己也很低調 因為你全部人都中本親來 很難搞的 剛剛才才落台 正式移交 希望把政治籌碼 特赦多幾個 因為你怕你落台 不找你 什麼的官司 沒錯 他很嚴重的 特朗普我想 如果不用入獄都會偷笑 即是賠錢了事 拖官司可以拖下去 我想都會偷笑 因為正在入獄 看看情況如何 好 倫敦方面 如果入獄 因為有一個錄音帶 要什麼都可以 幾百樣東西 要釘他 幾百樣東西釘 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拜登輸了 都是入獄的 現在美國開始 好像台灣 韓國人 那些 就是輸了 隨時入獄 香港沒有民主政府 等於如果是中國 香港 那些 你輸就入獄很正常 現在說韓國 台灣 雖然可以跟美國類比 現在就是剛剛調轉 反而沒有民主 那些國家輸了 不用入獄 給你留意一下 反而說到自由民主 那些國家輸了 就先打官司 現在這幾年都是這樣 打官司沒問題 是不是入獄 入獄 韓國不是很例子 是不是 在江州事件之後 傳托換之前都好一點的 那江州說自由民主 都說 每個人都入獄 要死又跳崖 真的很嚴重 好 那倫敦方面 也有個法院 裁定了阿桑奇 暫時不用引渡回美國 維基解密的創辦人 那理由就是 也是健康理由 就說他有抑鬱症 如果引渡回美國 一定是單獨囚禁 與世隔絕 可能會自殺 暫時法院就裁定 就不引渡回美國 之前阿桑奇 大家都知道 去了英國 後來走了 阿瓜多爾領事館 就曾經有政治庇護 住了一陣子的時候 倫敦警方 就以他違反這個 政治庇護條件 可能他又出出入獄 發表言 就抓了他 接著又受審 那現在就不用 引渡回美國 但是也要在英國 在英國的監獄到國 說明會上訴 再上訴 再上訴 不可以 最後就由英國的司法部長 決定 他要不要回美國 如果是英國司法部長 決定 應該也要回美國 我覺得未必 因為 其實 基本上 現在 全部的法官 都是以政治來審的 大家拿出來 因為 你一傳到美國 便沒有氣場 好的 現在這件事 都可以延續 看看你談判一下 但是 這件事 根本不是理由 如果有人有病 我回去自殺 是每個人都不用引渡 每個人都是這樣 每個人都是病 每個人都是病 絕對不是理由 對 打得通 有誰都沒有疫苗 當然 如果你發現疫苗不用去的時候 這是理由 最重要的是 你那天的罪行 是否應該引導 對 疫苗根本上 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理由 阿桑奇對美國來說 當然是大罪 對 但是問題是 如果英國發文回去 當然國家會很互相 墨西哥總統也說 有需要的時候 就會向阿桑奇提舉政治庇護 你美國唱什麼 墨西哥當然是打對台 我說他不敢做 真正去接收阿桑奇就是普京 普京接收了 之前那個人接收 但是問題就是 他在英國都找不到普京 這個就比較敏 看看有什麼辦法 普京就帶他去博士科 另外有一宗國際新聞 伊朗在波斯灣 就扣留了一艘南韓的郵輪 說他是污染海洋 革命衛隊 就找一些快艇截著他 船上有20個海員 包括南韓人 尼泊爾人 現在就扣留在阿巴斯港 這是一個報復行動 雙應行動 因為早前 南韓就依美國制裁的order 凍結了伊朗在南韓的70億美金資產 現在我們創出一個雙應措施 你一拳和一腳 不是 這樣說 他應該扣押南韓 類似說他是污染的 不是雙應措施 我記得嗎 藉口 其實我指的意思是 中國當日不讓澳洲入口 都是說他不符合規格 我肯定伊朗和中國 都說的是實話 原來全部都不符合規格 現在我就是 全部你們做的 或者是那些事 根本上大部分的國家 在外貿上做的 全部都是犯法的 不要說中國是那些 搶你那些 自私產權 是全部各個 其實如果拿錢進來 你就死定了 其實基本上 只不過是因為你 凍結我的資產 我就拿正來做 你不凍結我的資產 我就不拿正來做 有人說巴士不用罷徵 只要拿正來做 就是我要停在那一站 我早就下車 這樣全香港就堵死了 這是按張工作 即是當年的時候 在我很小時候 的罷課 按張工作 我按照規矩來做 基本上都可以死定了 我經常都說 這個就是那些法律 有些人經常都說 爺爺沒有法律 亂拘捕你 我經常都說 中共政府拘捕你 怎會無法無遷 你肯定我犯了你法律 只不過問題是 只要按足來做 你一定是可以拘捕他 所以民主派 經常都是亂講法律 所以我昨天和Harry Potter 談電話 我說你厲害 他怎樣厲害 他說 他罵黃絲 就罵黃絲 你們不要經常說 自己受迫害 或者怎樣 你根本上 別人就沒有迫害你 現在我 我 我總而知 用一個最粗的粗口的罵 習近平 你真的沒事 那我真的沒事 那我真的沒事 我明白嗎 即是 你們不要說受迫害 你們把自己說得好像好什麼 現在我示範一次給你們看 我以為其實不是到這個地步 即是 Henry Potter的意思就是 只不過你誘惑被人入 你誘惑被人入 你不要假裝受害 現在我就證明一句 我用這麼惡毒的東西 罵習近平 沒事 我自己夠膽 是不是 我夠胖 所以你們不要說自己受迫害 那你是鬼 哈哈哈哈哈 凡事有個說法 是吧 是的 好 今天的新聞就差不多了 大師家要回去睡眼覺 睡了東西 都要吃東西 今晚就開Zoom 今晚7點鐘 周遣2021投資課程 是7點或7點半 7點 認真一點 說明 真的 7點鐘就正式開Zoom 如果大家想報還可以 走地 走地又可以 我現在走地再談談 如果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 應該還有幾小時而已 我講過 立刻報 立刻讀 立刻獲取知識 立刻賺錢 這些這麼好處的事情 大家一定不要錯過 下面有連結的 如果想報 可以立刻報名 今晚立刻跟大師開數 好 今天的新聞聯播時間是這麼多 好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